但是99年这个怎么会参选到底 再加两个99 9999 展厅接铁强调2024会选到底 民众党主席克问哲宣告总统大选 不会出现蓝白盒 但是国民党没打算放弃 只要还有0.01的机会 我们都是全力以赴 既然大家都希望政党轮替 让台湾的真正的民意展现出来 我们就必须要团结在一起 那我们相信最后我们一定会团结合作 我那个吞那个曲棍球 我知道我跟他整理人物 我最气的就是这样 每天这样尽才公共的 没选到底就吞曲棍球 克问哲几乎把话说死 因为国民党想要的蓝白盒 是总统共推一组人选 但是克问哲只想要在立委层级合作 蓝白根本找不到共识 国民党的模式是希望说 他可以仿造2004年亲民党模式 国民党是政亲民党是富 然后亲民党分一些不分区或是协调 区域立委 那这样不就是把民众党给吃掉了吗 这样的蓝白盒是不可能发生 讲了好久的蓝白盒 朱立伦有情 克问哲无意 但是双方都没把话说死 背后各有盘算 蓝白要合作 他其实是要讲给那些中间选民听 要跟他们提醒说 我国民党才是抗律第一品牌 大头 侯友宜跟郭台铭之间的 这个恩怨的化解 如果没有办法真的化解的话 那从民众党的角度 我柯问哲这边 其实摆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随着蓝绿白总统人选出炉 三咖度态势越来越明显 蓝白盒的空间 恐怕只会比0.01%更渺茫 华语新闻张环轩 叶昀娜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